大家好,歡迎繼續回到發達廣場的環節 在我身邊有我們研究部的高級分析員縣志希,Harry Harry,你好 這一節,不如跟進一些汽車股的情況 之前公佈了內地的營運數據出來 亦令到汽車股繼續有個支持 不如先談談數據方面 看見之前的增長,9月份頭9個月的汽車銷量增長都不錯 頭9個月分別累計增長12.8%和12.7% 其中比較值得注意的是 自主品牌乘用車的銷量增長8.3% 不過在佔用銷售市場的佔有率下降到38.2% 較去年同期下跌了4.5% 其實Harry,你自己又怎樣看這份數據呢 是否對整個汽車的板塊都有支持 但當中有沒有哪一個分類的數據 是值得我們留意的呢 這是中國汽車工業協會的9月份的數字 如果用按年的比較 或者由年初至今的比較 升幅就不是那麼多 但單計9月份去看的時候 其實本身的升幅都挺多 按月去說先 9月份本身的產銷量方面 都升了14.9%至17.4% 按年去比就已經有16%至19.7% 這個也是大概 一成五至兩成左右的增長 無論按月至按年 只能計9月份這樣去計算 這幾個數字來說 總體上可以去看 都是一個挺漂亮的一個數字 如果是接近兩成的增長 其實我都覺得 本身整個汽車行業的產銷量 都是一個比較高速一點的增長 最主要都是要分分不同的一些 不同的品牌或者不同的車種 先去看回不同國家的一些 類別的一些車種 譬如說我們經常都說 中國內地自主的品牌 譬如說長城、吉利等 這些就是自主品牌 有日系、有德系 即是華晨那些 本身寶馬、Benz 或者另外那些叫德系汽車 今次的數據當中 自主品牌的市場佔有率方面 是有一個下降的趨勢在那裡 但因為主要的原因 就是那個日系車種 我跟大家推出一個 每週一股的時候 我都說過 其實那個日系車款 因為本身 雕魚台事件過了 其實也看到 下半年有很多新車款推出 所以九月份開始有一個爆發點 在那個銷售方面 正是計九月份來講 日系汽車其實如果用按月去比較 都升了35%那麼多 這方面呢 其實也都令到 那個 如果計算那個銷量 那個餅裡面 其實那個佔有 為什麼會有一個擴大 其實如果你看看外國汽車品牌 德系汽車 即是和大家會買華晨 那個最有一個關係 都有一個挺不錯的上升 所以我會覺得 大家如果你看本身 今次這份數據去炒的話 你可以留意一下 例如說東風、廣喜、益滑市 就是說本身 華晨應該的股價表現 乘著這個消息 是會做得比吉利 那些好的 從車種裡面去看 究竟是本身那些 成用車、客戶車 還是一些SUV、MPV 那個的增速哪個會高一點 我們看到SUV的增長 其實是相當之高速 60% 你計算這個六成的增長 所以如果你說看 自主品牌 是做SUV的長城汽車 股價其實已經上了五十元這些位置 大家留意一下 我會覺得 SUV去到年底 都會有一個保持增長的幅度 我暫時去看長城都幾大機會 如果這個細頭持續的話 50元其實不是一件難事 所以由此去看 其實我們看到 其實汽車板塊 暫時去看 都有一些金、九、銀十的 一些本身傳統銷售 黃季的影響 在那個增速上面 都真的做得不錯 剛才你提到 長城汽車2333方面 就是國內最大的SUV的生產商 你自己也挺看好這隻 不過看股價 其實一直以來 都是十級而上的 今天也都升到47.4的位置 升超過2% 現在再去投資這隻 你覺得直播率有多高呢 如果你看看長城汽車 就沒有跌過的 其實如果你看看股價上面 去到現階段 可不可以薄呢 你47元薄50元這些位置 直播空間還未到10% 其實我會覺得 現階段你厚一厚低 厚一厚低 厚低不能下回44元 除非有什麼股價因素 會影響到自己本身的股價 有個很明顯的下跌 可能下回50天線 就是42元 43元 一是它配股 而是它又有一些 汽車質素問題 譬如說 它那條死氣喉 經常說是有問題 但是你說 本身就是 現階段來說 如果你厚低賣 我覺得你46元 有機會買到 去到十天線這些位置 我相信 已經有一大堆的買盤走出來 如果你說現階段 你看看46元 買不買到 薄薄10% 大概去到50.5這些水平 現階段來說 銷售動力仍然會在 但是長城汽車 為什麼我只會看到年尾 因為每個不同的市場當中 尤其是氣車 我們零零射射射見到 有兩類型的汽車 是那個銷售增長動力 是非常之充足的 一是我們說的SUV 即是所謂的多功能越野車 另外一方面就是MPV 即是大家所熟悉的七人車 這個增長速度 很明顯跑型 沒有其他車種 所以說 去到這個時間 大家都知道 這兩個市場 增長力度這麼多的時候 其實其他廠商 都會蜂擁去 進入這個市場 所以我只是暫時去看 長城汽車的聲勢 去到年尾 會否說 個個都進入這個市場的時候 令到價格競爭 或是整個市場的增長力 慢慢地放緩 大家可以留意 但這些比較長線 現階段就可以 所以不要理會 看46元 薄一薄上去50個本 這個位置 另外也想問你 175吉利汽車 之前因為高成減遲的消息 都跌了下來 暫時還有支持 升超過1% 3.92元 剛才我們都提到 自主品牌的汽車佔有率 降低了 不過這一方面 會否反而是中日關係 風險因素會比較低 你覺得吉利汽車現階段 投資價值有多大呢 吉利汽車 就是見到 如果從股價走勢上 比起其他汽車股 近來來說 就落後一些 如果你看股價表現 高成真的沽得挺漂亮的 在一個頂部 4.54的位置 一直剷下來 現在落後 接近3.91元 現在4元以下 我會覺得 股價表現上 都暈藏了一個 上升的速度 在這裏 這隻股份來說 這次的數據來說 其實是一般的 離好吉利 在講自主品牌 佔比好像有下降 它仍然有增速在這裏 如果你看到 吉利也有做SUV 但本身的佔比比較低 亦都見到 坊間聽不同的財經分析員 都會說出口 其實出口表現 本身一直都有增長表現 佔比也不是真的那麼多 所以現階段 你可以現價博一博 我自己博的時候 就看到4.92這個位置 作為一個目標價 那水位 我就不會太過進取 好,謝謝Harry你的分析 亦都跟大家跟進 暫時 吉利汽車是報3.91 升近超過1% 主場乘汽車方面 是報47.25 升近超過1% Harry,不如最後談及 489東風集團 暫時報11.44 升近超過2% 好,這節節目時間又差不多了 Harry,剛才提及的股份 你有否持有 沒有的 謝謝你 我們先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會繼續有直播的時間 稍後回來再談